你好 你好 大家好 你們在南韓國來台灣 你們在韓國嗎 我都聽不懂 你聽不懂就完蛋了 沒有啦 開玩笑 就是 我剛剛已經講了 其實我不認識Russi 所以真的 我從來沒有見過他 但我覺得我對他是感激的 因為就是我剛剛講 就是有他支持戰爭支持明章 做這些事情 我才能夠有機會在這邊認識大家 然後就是每隔禮拜五 或是周末有空又可以跑過來 因為就是這樣子 謝謝 其實真的要一直講話 好像有點吵到大家 但是好像不說又不行 應該是說我覺得 大家來到這個氛圍 然後 我講一下那個 這個店不曉得大家有沒有在網路上看到 他那個 就是從一棟樓 然後因為他本來是一個韓國餐館 然後一路這樣慢慢 慢慢 蓋蓋蓋 蓋蓋蓋蓋蓋 修修修修到現在這樣 有機會的話可以 那個track back 就是track 就是把它回溯到他一開始 那我剛好是 在那個 他們要承租的前幾天 然後我知道這個消息 到中間的過程中 我有來過一兩次 其實非常有趣 我不知道各位知道那個故事嗎 知道那個 就是幫忙 油漆 這個弄臂癌那個先生的故事嗎 有人知道那個故事嗎 有一些知道 有一些 就是他們弄那個 他們因為這一棟房子有臂癌 所以那個油漆的先生就來 就是幫忙刮那個臂癌 可是那個臂癌就是弄來弄去發現 真的很難弄 然後可是那個油漆的先生 他後來就是覺得這個地方 非常的奇特 因為每一天來的 因為當時都是 也沒有錢找外面的人來幫忙 所以都是志工 所以他每天 那個我們這個張哲老師 就在網路上一直呼叫說 我們缺志工 我們缺志工 然後真的每天就會出現一些志工來幫忙 然後到現在有些就一直留下來 那其中有一位也是我以前的學生 那我真的覺得非常有趣 聽說最後最感動的是那個油漆先生 因為他說他工作了幾十年 他從來沒有看過一個地方 就是每天監工的人都不一樣 然後每天都不知道明天會有誰來 而且還會一起幫忙做 對然後大家就一起 然後也怕他太累 然後就說那要不要幫忙 就是就是說他真的沒有見過 所以我只知道 就我所知啦 他最後感動到最後 他實在也真的覺得 他們夫妻兩個做的事情很了不起 所以聽說好像這個地板 各位看到是這個地板 是他也知道他們沒錢 所以他就說那這樣好我捐地板 但是呢我教你們的志工怎麼鋪這個地板 所以最後這些地板是志工把它鋪上去的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像類似這樣那種小小的 那個攝影機背後那個 他剛剛說什麼 他是什麼女啊 又可以當IT女 然後又可以當deliver girl 所以我覺得其實真的是 就像剛剛好多人講 其實這個地方是有一個神奇的 有一個神奇的力量 然後他也真的能夠圓滿很多人的願 那我自己的我自己的願望 因為我前兩天生日 其實在我的Facebook上就有說 就是我真的覺得你就很勇敢的去許願 然後其實Lucy也常常說就是很多事情 不用想那麼多去做就對了 他的書上都有寫 你是24號選嗎 對我是24號選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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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會覺得真的你就勇敢的許願 因為我記得他走的時候我也很難過 然後我有跟他講 我說我希望我有一些願望 你可以幫助我 然後讓我可以幫助更多的人 其實到目前為止我都必須說 我覺得Lucy老師常常在我們身邊 幫助我們當我們想要 幫他圓滿一些事情的時候 來謝謝 謝謝 黃老師也在我懷裡 對 這個沙發是黃老師送的 我覺得好丟臉 因為他 我老公說你怎麼送人家舊沙發 你要買一個新的送人家 這個沙發非常好做 真的很好吃 而且還可以住過睡過很多人 對 對 我覺得其實 從Lucy談到這個空間 就是燦爛時光就是一攤為民 然後 其實這個空間我覺得說起來 它也是一個莫名其妙的存在 因為 從決定要有書店到真的有書店 大概不到兩個月 不到一個月 不到一個月 就是他有一次去演講 然後人家就問他說你想要做什麼 然後那時候他就說我想要請大家 我們有一天就在家裡聊天 就說現在他們都不看報紙可以做什麼 然後大家就說很多人想看書 可是沒有書可以讀 後來就說那可是我們又沒有錢買很多書 那怎麼辦 所以那時候就想想說 那我們就請每一個出國的人 就帶一本書回來給大家 就沒有想到他的那篇文章 在天下奴隸評論看出來之後 就得到七萬多的點閱 而且真的很多人就開始幫忙帶書 那其實連天下自己的人 都覺得很誇張 怎麼會有這樣的申請 可是書開始有了之後就是 那書要放哪裡 所以後來張正就說 他有資訊演講人家就問他說 欸你這活動那麼遲公 你下一步要做什麼 他說就來開一家書店好了 然後記者就問他說 欸那你書店什麼時候要開 他說喔那就下個月吧 然後就很快的時間 就是就決定要做這件事情 然後就當然也來不及去申請錢 然後就他說 他說沒有萬一我還有一些利用錢 就是可以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就開始找房子 然後就把這棟租下來 可是因為租了之後也 就是很不OK的一個空間 所以就開始有很多 就像那個書的概念 你根本不知道那些人從哪裡來 但就冒出一個一個人來 帶書給你 然後這個後面出來 然後就一個一個人出來 然後就開始刷牆壁啊 用地板啊 然後 最後現在 最後還現在繼續留在這裡 對對對 就是我覺得那是一種神奇的力量 就像剛剛大家在說 就是 你會相信你想做這件事情 而且這件事情的火它是 好的 你自己心裡是有那個火 其實你也會點燃 或者別人的火就會一靠進來 那我覺得它就會慢慢凝聚成一個 很多人的火 然後我覺得每個人都在燃燒自己的小宇宙 尤其在這邊大家都很幸福 非常幸福 可是我會覺得那個力量 還有那個負配力的能量 其實也是因為這樣的燃燒 而是變得越來越堅強 謝謝